本集由米蘭公爵珠寶獨家贊助播出 你想要的我都有 同志们同志们连百百合都出轨了 四年三十三天也算是全军覆没了 意大利呢算是一个出轨率比较高的国家了 他们对于出轨有什么看法呢 好 今天我们就去威福私房一下 意大利现在出轨率很高嘛 你觉得人为什么会出轨 因为就是花心啊 就是吃到碗里的 看到锅里的 probabilmente non sono soddisfatte della loro relazione 喜欢出轨 对 那你 是因为可能跟老婆 中国人想开生意啊 像酒吧 餐馆 这里米兰也太多了 我觉得小帅哥的中国真的不好 你叫出轨是什么意思吗 呃 就是 出国 我没有闻有变 你告诉我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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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因为要因此 可能因为我不如 因此因为我不信任何人 人都会有欲望出轨很正常 那你会出轨吗 不一定看情况吧 精神出轨与肉体出轨 你们比较能原谅哪个 精神出轨吧 肉体 就直接打死 因为不能在一颗树上掉粉 总还会有更好的 我可以两个都不原谅吗 这两个都不行啊 我可以 我觉得两个都不原谅 这些是困难的问题 都不可以 因为如果是困难的话 应该是肉贵吧 肉体出轨啊 应该是肉贵 如果你有两个人资金 有两个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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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那你们俩会出轨吗 其实我不是朋友 我会暗示吧 就不会自白的告诉你 因为这个怎么自白的说啊 而且还是你好朋友 是吗 没有 让它这样 让它这样 没有 你不告诉我 是一个责任的责任 太大了 这看吧 有点麻烦吧 就是 不知道 应该会吧 如果她的女朋友出轨了 我会告诉她 但是她出轨了 我不会告诉她的女朋友 我会告诉她 绝对会 那如果她很伤心呢 如果现在不告诉她 她以后知道会更伤心 我会告诉她 它是平常的 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跟她的朋友 我会让我的朋友 告诉我 它是平常的 如果她的女朋友 她是不他 我会告诉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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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威福私访 请关注我们 微信 微博 意大利 威士 旁边 我们下期再见 她虽然说她自动打马了 我们还是谢谢她 谢谢 这里也打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你可以吃冰激凌了 谢谢 拜拜